六伟人助力宇高被随手丢在一旁 随着伟兽封印结束 雕像的一只眼睛亮起 这意味着只剩下八伟和九伟两只伟兽 小组织便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八伟人助力齐拉比 由左助带领的鹰小队负责捕捉 此时身为九伟人助力的名人 正趴在床上发呆 他想起之前幼神队自己说过的话 又学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于将左助带回木叶 名人的回答也很简单 左助是他的兄弟 又笑了 但仍旧没有罢休 他继续追问名人 如果左助要袭击木叶那怎么办 左助和木叶之间名人会如何取舍 名人自认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木叶他会守护 而左助他也不会放弃 这种天真的回答又并不满意 作为忍者 有时候不得不面临残酷的抉择 这话让名人想起了自来爷老师 当时自来爷也让名人尽早放弃左助 忍者要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判断的眼光 想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 就变得聪明点吧 然而这话并没有让名人有所动摇 一辈子傻瓜 总之他一定要救出左助 而现在他的答案也不会变 因为忠于自己的承诺 说到做到就是名人的忍道 又很显然被说服了 为了以防万一 于是将自己的力量植入名人体内 他由衷的希望 不会有使用这力量的那一天 直到现在名人都不明白 那天又究竟想对他说些什么 另一边 左助正在将其拉比带回小组织据点的途中 与八卫一战 殷小队损失惨重 不仅相连于水月生死不明 左助自己也身负重伤 很快他们便赶到了集合地点 阿飞正在此处等候 他对左助能够带回八卫 毫不意外 左助交出其拉比后便转身离去 当下最紧急的任务是疗伤 不管是同伴还是他自己 都需要尽快恢复 毕竟他的下一个目标可是木叶村 阿飞陷入沉思 他曾询问过左助对木叶的看法 而左助瑕疵必报 在得知又深藏的秘密之后 他不仅不打算守护木叶 还将木叶高层视为仇敌 牺牲自己哥哥 屠杀自己族人的大仇 必将用他们的歇血洗刷 在左助心里 其实已经把木叶的所有人当成了目标 以幼的性命为代价 如今厚颜无耻地享受着和平 他无法原谅那些人的所作所为 势必要将其技术摧毁 因为幼远比整个木叶重要 画面一转 除了幼神之外的二号地控 终于出场了 在得知弟弟齐拉比被小组织抓走之后 四代雷影哀泄入暴怒 他一拳便将面前的办公桌捣碎 我的弟弟啊 等我 而就在此时的木叶村中 很少失眠的名人 正在思考左助的事情 可卡卡西却突然来了 他带来了钢手的召见令 名人随即起身 跟着卡卡西朝钢手的办公室走去 没过多久便看见 蛤蟆老大带着蛤蟆集 守候在活影办公室外边 不及好奇他们的来意 两只蛤蟆的表情有些严肃 蛤蟆集刚想开口 却被蛤蟆老大喝止了 没得到答案的名人只得作罢 来到钢手办公室 这些小鹰左颈等一众同伴都在 一群人面带忧虑 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 见到名人 蛤蟆身座开口问道 这就是自来也的徒弟吗 一旁的钢手连忙应试 他就是血窝名人 传说中的预言之子 名人从未见过身座 直呼他为青蛙大爷 钢手紧忙出言阻止 黄口小二休要胡说 这位可是妙木山 有头有脸的蛤蟆先人 身座大人 随后又从静音的口中得知 这只体型最小的蛤蟆 竟然是自来也的老师 名人立马端正态度 开始学问他的来意 蛤蟆身座也是语出惊人 声音入耳 名人第一反应 便是难以置信 和一旁的众位同伴和师长 都露出悲伤又担忧的神情 事发突然 就算无法接受 也改变不了什么 在不久之前 木叶得到情报 传闻小组织的首领 就藏匿在鱼饮村之中 于是自来也亲自前往 打探情报 鱼饮村与世隔绝 外人极难介入 但自来也是身经百战的人者 小小阻碍根本不成问题 自来也成功地找到了佩恩 看到那双轮回眼 自来也认出 他便是自己曾经的徒弟 长门 长门是战争遗孤 曾被善良的自来也收养 作为徒弟 亲自教导了一段时间 佩恩是小的首领 共有六人 每个都拥有传说中 查克拉之祖的眼睛 轮回眼 自来也在发掘佩恩的秘密后 已经晚了 临终之际 只来得及用尽最后的查克拉 在身座的背后 刻下一段暗号 便于是长词 名人异常平静 低声质问刚手 为何要放纵自来也 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名人越说越激动 声音也越来越大 一旁的卡卡西 连忙制止了他 因为刚手此时的心情 绝对不会比名人好到哪里去 正如卡卡西所想 刚手懊悔无比 在执行任务之前 自来也就来找过自己 自来也告诉他 为了下一代 他可以付出生命 名人默默地转身离开 他只知道 如果是好色仙人 成为第五代回应 绝对不会让刚手婆婆去冒险的 卡卡深作明白了 名人对自来也的情感 他开始期望 名人真的是预言之子才好 名人落寞的身影 仿佛被抽空了灵魂 脑海里不断回想起 与自来也的种种过往 他对自来也 是那般直率的仰慕者 可那尊尊教导 那个熟悉的人 再也回不来了 悲伤弥漫 各种思绪在心中欲结 清风吹拂 木叶飞舞的方向 会是自来也归宿的天堂吗 除了名人外 刚手知道 第五代回应的位置 本该属于自来也 但他却把自己 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因为自来也一直对自己 没能阻止大射玩而后悔 蛤蟆神座将刚手 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将刚手情绪稳定下来 蛤蟆神座忙说起正事 自来也留下的 除了暗号之外 还有其他东西 有个被自来也抓到的鱼人 还有一具 被他成功打倒的佩恩尸体 此时就封印在蛤蟆腹中 众人连忙来到尸检室 忍者的身体 就是个信息宝库 刚手下令 立马对其进行调查 尽可能多的 从他身上 获取佩恩的情报 蛤蟆神座留下 自己背后暗号的图片之后 就返回了庙牧山去 有名人在 慕业也能随时 与他们保持联系 再说名人 走在热闹的人群之中 却没有平日里 该有的喜悦 只有无尽的阴霾笼罩 转头看见墙上贴的海报 他不仅又想起 自己那个 看起来很不正经的师傅 曾经无数次 恬不知耻的偷看女生洗澡 如今他多么希望 自来也能像以前那样 陪在自己身边 哪怕再不正经 自来也的声声教诲 也在名人的耳边 不停萦绕 不仅教给了他做人的道理 还传授他本领 督促他不断变强 可如今这一切 都随着自来也的牺牲 就此远去 自来也的关系无处不在 身上穿的衣服 还是他亲自挑选的 想到这里 名人拉紧了夹克的拉链 似乎是想把这最后的寄托 牢牢抓在手里 伊鲁卡迎面走来 邀请名人一同去吃伊勒拉面 可名人却拒绝了 他低头向前走去 伊鲁卡很担心 也只能静静地看着 转眼夜幕降临 刚手将蛤蟆身座 带回的暗号交给陆文 吩咐他连夜破译 交代完任务后 刚手便自顾自地走出了办公室 自来也无时无刻 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让他气自责又痛苦 壮年 青年 少年 刚手见证了自来也的每一次成长 甚至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自来也至于的笑容令人难忘 和私人已逝 刚手只能在无人之处 默默流泪 另一边 名人既无时遇 也无困意 还故事来到公园的躺椅上 手中拎着冰棍 却找不到人与自己分享 伊鲁卡找到名人 关于自来也的事情 他也听说了 名人终于吐露心声 他希望自来也能够一直在自己身旁 看到自己成为活影 因为他不愿总让师父 看到自己丢脸的一面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来也从未觉得名人丢脸 每当提起名人 他的语气中总是充满着自豪 自来也真心实意 将名人当成了自己意志的继承人 伊鲁卡说道 自来也想看到的 绝不是一个只会悲伤流泪的他 而是一个继承了他意志的优秀徒弟 说着将名人手中的冰棍 掰成两半 将其中一只递给了他 名人接过了伊鲁卡手中的冰棍 也接下了自来也的意志传承 阳光如同往常一样 普照整个木页 陆完与暗号部的人彻夜未眠 却始终未能解开自来也留下的暗号 自来也林中留下的暗号 应该不会太过复杂 如果知道他想把信息传递给谁 然后去找那个人的话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于是陆完带着暗号图片 找到钢手和卡卡西 也未能从两人那里得到答案 现在只能去找名人了 卡卡西很担心 希望陆完能够顺便好好开解名人 陆完来到名人家拜访 但他心中的悲伤并未完全退去 拿着陆完递过来的图片 名人的心思早就飞到了别处 陆完见名人这种状态 只好带他来到了木页医院 名人完全不懂陆完是何用意 但却突然看见挺着大肚子的红 从医院里走了出来 只是名人这个一根筋 却以为红烤肉吃多了 肚子竟然比钉刺海大 红腹中的胎儿是阿斯玛的遗孤 阿斯玛离世之后 陆完一直照顾着昔日红 陆完告诉名人 红的孩子以后会成为他的徒弟 这是阿斯玛对他的托付 陆完曾经与名人一样 经历了失去老师的悲痛 所以他理解名人的心情 但这样的悲痛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如果一直停滞不前 岂不是辜负了老师的期待 陆完从阿斯玛那学到了很多 从重要的到微不足道的 这都是他们的收获 陆完正宗的对名人说道 我们总是要成长 必须从一个被寄托者 转变成托付给别人的人 你总有一天也会成为请人吃拉面的一方 会被人称为名人老师 这话直击名人的内心 想起自来叶潇洒的英姿 名人终于醒悟 他很感激陆完 而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解开自来叶留下的暗号 至此 活力满满的名人再次上线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